其达内荡真是下了一盘大棋,从黄马辞职后,给C罗送去一份大礼,世界杯开赛前一天换帅,西班牙族鞋的确够任性,纵然有很多不能接受的事情发生,也该多为等待和努力了四年的球队相关的教练组和球员们考虑,突然换帅如果导致严重的后果的话,那么西班牙族鞋主席卢比亚莱斯,则需要承担主要责任, 因为世界杯历史上是没有发生过相同事情的,所以针对西班牙接下来的世界杯前景也是人们最关心的,西班牙族鞋认为主席刚刚续约到2020年,就不该和黄马签新约,而且还是在官宣前五分钟才通知族鞋,这明显是忽略了目前的工作,所以族鞋无法接受这一事实,继而宣布解雇主席洛佩特级, 并在随后不久宣布启用耶罗为新任的西班牙主席,事实上洛佩特级的确是在今年的5月22日和西班牙族鞋续约至2020夏天,这也意味着他将继续长时间的执教球队,这是一种信任和认可,只是黄马的诱惑导致洛佩特级更改了决定,目前的近况其实对任何人都不利, 因为西班牙球迷都认为,今夏是球队夺冠的良机,所以无论取得什么样的成绩,都会将对责归咎在前任主帅洛佩特级,足鞋主席,以及黄马高腾的身上, 而林石鼎替主帅一职的耶罗很明显无法带领球队夺冠,那么随后的争端,也会继续波及到更多的方面, 洛佩特级是在2016年7月份,出任西班牙主帅的,他持教期间的20场比赛球队保持不败,战绩是14胜6平, 这其中还有世界杯预选赛的比赛,这应该说是很好的成绩,只是可惜这样的战绩可能在世界杯首轮队阵葡萄牙的比赛中, 被C罗率领的葡萄牙所终结,洛佩特级突然出任黄马主帅就够令人称奇的,C罗和球队应该也是做足了准备,没想到主帅如此快递下课了, 所以C罗的压力或许会减轻一些,而西班牙队内的情况则无法获知, 因为前任主帅直交球队的方式和战绩都不错,也会赢得球员的尊重和认同, 这样的下课方式一定会有两种看法,一种是接受,另外一种则是内心抗议, 这些因素都会影响到随后的比赛,耶罗是西班牙国家队体育总监, 这样的身份带队是能压得住球队的, 但是战术方面的安排和变化,乃至临场指挥和换人方面的运筹, 则无法在短短的三天内完成,即便是一个月世界杯结束, 新帅也未必能全面的操控球队,所以目前为西班牙担心的人不在少数, 西班牙的世界杯首战是对阵葡萄牙,同在地主的对手, 还有摩洛哥和伊朗,如果首轮可以不输球的话, 接下来两强拿下另外两个对手携手出现是最好的, 而如果西班牙输球的话,接下来的比赛则必须拒绝暴冷失分, 这无形中增加了球队上下的压力, 事实上即便西班牙没换帅的变化, 低组的另外两支球队也是有实力搅局的, 因为摩洛哥是时隔二十年,再度杀入世界杯的决赛圈, 事与百中淘汰了科特迪拉,实力是毋庸置疑的, 球队如果采用的是保平征胜的态度的话, 这个小组的冷门几率真不小, 伊朗队虽然是这个小组中最弱的球队, 但是却是亚洲球队中最强的, 更为重要的是球队在亚洲十二强赛的比赛中, 不败晋级世界杯决赛圈, 所以也不能轻视, 伊朗队主帅奎罗斯曾执教过曼联, 黄马和葡萄牙, 执教伊朗七年, 对于球队打磨也是到位的, 即便是在输球的比赛中, 球队的表现也很顽强, 队内的第一得分手是和贾联赛的金薛贾汉巴赫什, 上赛季联赛三十一场出战贡献, 二十三球, 的确是后生可畏, 葡萄牙和西班牙大战后, 仍需防冷。